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六年级下策呢 会遇到啊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你要毕业会考了 你要将成为一个初中生了 对吧 那么为了让大家呢 更好的啊 迎接你的初中生活 我们第一个需要打好我们的数学基础 第二希望呢 大家进入一个理想学校 那么为了这些呢 图儿师希望可以跟大家呢 一起共同的努力啊 共同的进步 那么今天大家要和图儿师一起巩固什么内容了 迎接挑战啊 迎接这个冲刺 数的一个认识啊 是我们数学四大模块里面 数与代数 这一个大的模块当中的呢 第一个内容 数的认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数与代数当中呢 我们说这个模块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啊 它是我们的这个小学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是很多学习的这个知识的一个基础 是一个根基 那么他考试的一些主要的方向 第一个数的认识 第二个是数的运算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等式啊 方程 那么第四个就是比和比例 那么这些内容呢 主要研究数量关系和变化规律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量关系啊 和这些规律 更准确和更清晰的认识和描述 把握我们的现实社会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数学知识 衍生到我们的这个实际问题 同样我们可以从实际问题 去想我们怎么用数学的方法解决 所以数的认识这一章 或者说数与代数这一章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大的内容 数的认识 那么它包括什么呢 整数小数分数百分数的有一些有关概念 那么我们六年级下次 还学习了一个数数 第二就是数的一个运算 包括四则运算啊 运算的意义啊 计算方法啊 定律 其他的应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计算的方法 特别是我们的简便计算 考点设置的 是非常的多 第三 是与方程 啊 我们用字母代表数 简单的一些方程 自己应用 那么这个地方 主要是强调的是方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应用体验 我们用方程 我们用方程是都可以解决 不一定说 用方程解决就最简单 但是我们都可以用方程 解决 并且 我们马上是要进入初中这个阶段了 对不对 那么进入初中的阶段 很多知识 大量的会运用到 是与方程 所以这个方面 大家一定要熟悉 熟练 啊 最后是比与比例 那么 这个内容呢 是我们六年级下册 刚刚学的 相信大家呢 还不会啊 丢太多 对不对 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数的认识 这一个方面 给大家好好好的剖析一下 让大家呢 把这一个内容 弄透 数的认识 图尔斯要讲的这几个大点 第一个 数的意义 实境制技术法 与技术单位 数位与分级 数的读写 及大小的比较 数的性质 以及重点突破 那么重点突破这个内容呢 我们放到下节课 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 先讲 前面的这几个内容 很多东西说 前面这几个内容 且 别急着且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内容 有一些什么 首先我们来说 数的认识 什么是数 那么我们在小学阶段 最先了解的一个大方向 这是一个是正数了 零了 然后负数了 对不对 数分为正数 零和负数 那么 我们又可以把它细分为什么呢 整数 小数 分数 百分数 又是分数里面的一个的 特殊 对吧 哎 那么 整数 我们可以分为正整数 零和负整数 但是大家注意 只有正整数和零 是包含自然数的 很多同学呀 把这个括号呢 打得这么大 那么这里 土耳师特意的用这个粉笔 给大家表出去 是正整数和零 叫做自然数 哎 用来表示物体各数 各个数 然后是小数 按小数的数位 是分为呢 有限的和无限的 对吧 有限小数 或者无限小数 那么无限小数当中呢 又分为无限循环小数 和无限的不循环小数 按小数的整数部分 有没有数字 是不是零 我们又分为纯小数 和贷小数 比方说 零点七八 和五点四二 那么哪个是纯小数呀 对了 零点七八 哪个是贷小数呀 对了 五点四二 就好像我们说贷分数 它有整数部分 对不对 哎 那么我们带小数 它的整数部分 也就是说 它不是零 大家注意这个 好 然后呢 分数 分数又分为真分数 假分数和带分数 这里大家要注意 这三个 我们要关注它 与一的大小比较 真分数是小于一 分子呢 比分母小 假分数是大于或等于一 很多同学在这一句话 假分数是大于或等于一的时候 容易出错 那么分子比分母是可以等于或者是可以大一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是带分数 那么这个数是肯定大于一 它是由一个整数部分和一个真分数 所组成 那么百分数 也是我们六年级才刚刚学过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在六年级下册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折扣啊 成数 大家呢 可以回顾前面几讲的内容 把这个百分数 第二个大点 我们讲十进制技术法与技术单位啊 那么很多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同学就知道 看似这个十进制技术是非常简单 但我们在这个奥林匹克竞赛当中还会谈到这个二进制呀 三进制呀 八进制呀 很多啊 那么会使得这个题目呢 比较难 是吧 很多同学呢 搞的阴头转向 所以我们没有参加奥林匹克竞赛 那我们起码要知道我们自己学过这个内容 它是什么意思 十进制技术法就是每个相邻的两个技术单位之间的净率是十 那么整数的技术单位是什么呢 各是百千万了 对不对啊 往上还可以广大 那么分数的技术单位又是什么呢 比方说分母是几 就是几分之一 对吧 比方说突然是写个 这个二分之一 那么它的技术单位就是二分之一 比方说突然是写个十分之六 那么它的分数单位就是十分之一 好 再看到小数的技术单位啊 是0.1 0.01 0.00 是吧 那么这个大家 讲技术 好 第三个内容是数位 就是分级 数位 其实就是说 我每个数字啊 会要所占的一个技术单位的一个位置 我们叫做数位 那么数位呢 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排列 那么数的分级又是什么呢 好多同学说 老师 数的分级 我真是第一次在你这里听说了 那么数的分级其实就是说 整数部分从个位起 每四个数位是一级 那我们的个级就是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万级 比如说一万 十万 二十万 对吧 三百万 六千万 这一些是万级 包括万位 十万位 百万位 千万位 那么再往上就是一级 对吧 一位 十一位 百一位 千一位 这就是数的分级 好 那么这里呢 刚刚图老师是给大家巩固了一些基础知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的这个快速练习 最小的自然数是谁 我们刚刚在那个大括号的时候 图老师用红笔提醒了大家 是什么 对了 是零 那么最大的数 图老师如果把这个遮掉 最大的数 你可能听不清楚 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最大的一位数 那么我们应该填九 对吧 很多同学就要看啊 这个地方 他到底是强调的你最大的几位数 所以你不要着急 一定要呢 阅读词细 最小的两位小数是几 那么是零点零一 那么最大的分数单位是几呢 好多同学写十分之一 那么应该是二 那么分数单位是七分之一的最大 看到 真分数 那么他这个题目呀 就考察了你两个点 一个是分数单位 哎 第二个就是真分数 对吧 考了你两个点 所以这个空 填七分之六 再填上几个这样的数量单位 现在是七分之六了 那么再填上几个这样的数量单位 就能够达到一呢 那么填上一波 当然就可 好 看第三 这个题目就 第三题就有关于我们的折扣 他说 一种商品打八折出售 现在是原价的 80% 比原价便宜了 多少呀 好 我们再看第四题 大于零点四 而小于零点五的 两位小时 那么很多同学一看 好像就刺不出来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就把 大于零点四和小于零点五 这个两位小时给列举出来 那么有零点四一 零点四二 是吧 哎 往后还有什么呀 零点四三 零点四四 零点四五 零点四六 零点四七 零点四八 零点四九 对吧 所以填九个 那么第五 把一根十米的绳子 折成四段 每段占全长的多少 每段长多少 这个题目 我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特别是基础比较差的同学 在这个题目的时候呢 总是做错 他为了防止自己做错 两个空就填一样的答案 他说反正肯定有一个是对的 那我至少一个空是得了分的 我不乱写 这个同学的思想啊 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其实可以全部得分 因为他并不难 为什么说他不难 我们来看 第一问 他是说 每段占全长的多少 那么在我的这个答案后面 有没有带单位啊 没有 那就说明我是占总量的几分之几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根绳子分成四段 那每一段就是占四分之一 好 再看后面一问 第二问 每段长多少 看到 有一个什么 单位 每段长多少 米 那么说明你要干嘛呀 哎 拿总长度除一次 那么每段呢 是长二点 对吧 哎 所以这两个 你看这个问题后面啊 他是强调占总数的几分之几 还是带来 好 再看 数的读 和写法 哎 我们关于整数 小数 分数 百分数 以及正数数 都有他的读法 和能写法 相信同学们在 这一个问题上面 问题不大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问题确实还有 那么你可以按下这个视频上面的暂停键 好好的把这节我们就读一读 那么这里呢 图老师不带着大家一起读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数的改写 把多位数改成以万或者以亿为单位的数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是直接改写 第二个我们可能会呢 需要省略尾数的改写 写成他的一个净资的事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图老师需要举几个例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题目呀 一般在我们的这个会考的时候 或者说平时的这种小考的时候 都容易出在呢 这个填空题的第一题 或者选择题的第一题 那么很多同学呢 因为粗心和马虎 啊 或者数不清楚数位了 所以这个题目就行 那么比方说 我写一个数 我说 请你改写成 以亿为单位 那我们就来数 个十百千万 对吧 四个一几 那么如果我改写成万 那么就是 二三四五六七 填在这个括号里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我现在的要求是改成一呀 对吧 现在是万了 十万 百万 千万 一 对吧 好 那我是不是画分到这里 是不是 那我该怎么填 你可以填 二十三点 四五六七 一 那么如果他说 要你省略尾数去改写 那么约为二十三一 因为四十五五 对不对 哎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地方 好 我们再看 第二个 求近次小数的一个近次数 哎 很多同学在这个地方 也容易出错 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比方说 图老师也写一个啊 0.7182 这是一个小数 那么我现在要你精确到十分位 那么是不是精确到这里 很多同学就写 0.7 那么这个0.7的根据是什么 是你看到它的下一位 也就是百分位 这个数能不能四舍无辱 如果辱 那它就变0.8 如果舍它就是0.7 那么我们看精确到十分位 它确实是0.7 好 那我现在问 如果它精确到千分位 它是什么 好 那么就要看千分位后面的这 那么是二 二也是舍 所以精确到千分位是0.7 那么这种可能很多同学 还好 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一个循环小数 对吧 有循环解标注在这个小数的上方 那么是0.656 关于656 那么我现在问大家 请问你精确到千分位 这个题目又要你精确到千分位 是约等于多少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既然进去到千分位 我就要看它后面这一位 对不对 看它是入呢 还是舍 那么我们就应该至少把这个循环小数 再往下 舍 那么既然是循环小数 那后面的这个数字 大家都知道 那么是该入还是该舍 对 该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应该是约0.67 所以大家要注意 求小数的一个精丝数的时候 该怎么做 第三 是甲分数 带分数 整数之间的固化 那么大部分的考点考在哪里 甲分数和带分数之间的固化 比方说 一要二分之一 我请你把它画成一个甲分数 那么该怎么画呀 分母变不变呢 不变 分母还是 二 那么分子 应该是二 乘以这个整数部分 再加上 原来的分子 那么 是三 对吧 好 那现在如果是甲分数 比方说 三分之四 我要你画成带分数 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拿分子 除以 分母 诶 商是几 那么整数部分就是几 那么四除以三 等于一于一 诶 所以整数部分是一 那么 另外一个真分数 因为你余了一 对不对 诶 分母还是不变 那么就是三 再把余数 写在这个真分数的分子部分 这就是 假分数和带分数 之间的固化 好 我们看 第四 分数小数 与百分数之间的固化 实际上我们在六年级的上册的时候 诶 这三个内容 我们就都知道 那么突然是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百分之 一百七十五 我要你画成小数 那么就是拿 一百七十五除以一百 得到一点七五 对不对 诶 比方说 我把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我要画成分数 那么写成分数形式 分母为一百 分子为一百七十五 约去呢 这个公英数 那么就是画成一个最简单的分数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练习 去做 去熟练 那么我们再看到 数的大小比较 那么包括整数 整数呢 先比位数 如果是个万位数 对吧 和一个千位数 比如说一个四位数 和一个三位数 那么肯定那个四位数 对吧 第二个 如果数位数都是相同的 都是四位数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从高位比较起 对吧 然后再看到小数 小数呢 先比它的整数部分 如果整数部分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再逐级的 往下去比较 对小数部分 去逐级比较 分数 那么甲分数 是肯定大于的 真分数 这是最简单 第二个 我们看到这里 真分数来比较大小 或者说 一个 假分数 和另外一个假分数 对吧 当然也可以运用 我们这些方式 那么突然是以真分数 这种情况 再给大家剖析一下 如果是同分母比较大小 大家都知道 分子越大 分数值也越大 如果是同分子的情况 那么分母越大 这个分数值反而越小 但是如果是一分母 又一分子 我们该怎么比较大小呀 哎 很多人会说 第一个 我可以选择什么呀 对了 选择通分 是不是 把它画成同分母 再进行比较 这当然是非常可取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 你不要画错了 一定要注意 你分母画成同分母的时候 分母扩大 或者缩小了多少倍 你的分子一定要跟着扩大 或者缩小相同的倍数 这样才能保证 你的分数大小 比较的少 所以我们现在 一起来进入快速练习 把这几个题目呢 做一下 2.008 突然是一个毛 那么它里面有多少个 0.01的分数单位 注意啊 它不是说 这个里面强调的是 有多少个0.01这样的分数单位 那么是8个 对吧 好 把1.30 画成百分数 你看这是把小数 画成百分数 那么应该是 小数点向右 移动两位 然后填上 百分数的这个词号 第三题 百分之175 那你看刚刚 突然是举的这个例子 画成小数什么呀 1.75 哎 这个地方 要你再 画成分数 该怎么写 那么1.75 很明显 整数部分肯定是1 那么它的小数部分是0.75 对不对 那么0.75 画成分数 就是四分之三 所以这个题目 总共应该是写成 1又四分之三 好 再看第四题 这个第四题就是改写了 那么它要以万为单位 还记得刚刚突然说的 数的分几 哎 1 2 3 4 这个数 那么这样一下 就很清晰的可以 对吧 哎 你就不用数数数数数 分数 好 看第五题 他说 请你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 来排列下分数 哎 很多朋友就发现 这种地方有的有分数 有的有小数 还有的有百分数 我很容易做错 老师该怎么办 那么我建议你 都把它画成小数 或者方便的话 都画成分数 或者方便的话 都画成百分数 你看哪种形式 会比较方便 那么你统一了之后 再去比较 那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0.608 是小数 我不动 百分之六 百零八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 化成小数 它是什么呀 对了 6.08 好 再看这个 百分之六 5.08 要把它画成小数 那么小数点 要往左 移动 两位 好 这个不用动 后面这个 也不用动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就首先看一下了 对吧 哎 那些的数位 大小的比较 首先最大的 肯定是这一个 对吧 那么我们写在这边 百分之六 百零八 最大的数 好 其余的呢 都是纯小数 对吧 一个是六 一个是零点六 零八 一个是零点零六 零八 一个是零点 六零八 啊 这两个 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排列顺序的时候 放在一起 最后这个是零点零六 八 那么这个 和这一个 该怎么排列呢 二 很多朋友就说 一个是零点零六八 那么这个是零点零六 零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 要比他大 对吧 哎 那么按顺序 同学们就写了出来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在这种比较大小的时候 你干脆就把它画成 同样的是小数 或者同样的是分数 要统一 好 接着我们再看 数的心智 第一 分数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哎 大家心里面 都有个谱啊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以 或者除以一个相同的数 这个零不行 那么分数的大小不变 可以应用到通分 约分当中 第二 小数的基本性质 就是在小数的末尾 注意 是末尾 天上零 或者去掉零 小数的大小 那我们看他的一些快速练习 一个分数的分母扩大三倍 那么分子需要 也扩大三倍 才能使该分数大小 第二 你看 这一类型的题目 说的非常多 大家引起注意 因为最终给到的我的答案 很多学说 我这里看不到啊 但是这里给了你 0.75 那么你不妨把0.75画成一个分数形式 那么大家发现 是四分之三 所以 这个空母 偏四 很好 那么 由四 分母扩大到十六 扩大多少倍 扩大四倍 那么 三你要扩大四倍 所以是十倍 好 再看第三题 三点零零七 零点三零七 三点零七零 这三个数 与 三点零七 大小相同的 是哪个数 那么我们看 只有在三点零七的末尾天零 才不会影响他的大小 对吧 哎 那么所以是三点零七零 才符合 这个答案 好 我们今天呢 是学习的内容 是有关数的认识的第一讲 那么下节课呢 托尔什还要对数的认识 给大家进行呢 一个重点的突破 下节课的内容非常重要 希望下节课 你还能够呢 和托尔什见面 下节课 再见